华联市第19届市长就职典礼25号的下午举办 上任的市长魏佳燕在县府正丰处长的监事之下 完成了宣誓和交接应姓的仪式 并且写下了华联市长交接 格格将市政重任交办给弟弟的家话 华联市第19届市长就职典礼25号下午 在精彩联营婚宴会馆举行 上任的市长魏佳燕在县政府的正丰处长叶青森监事下完成宣誓 新任市长魏佳燕也接下了格格魏佳贤异姓 接下市政的重责大任 谢谢魏佳贤市长这六年来让花莲市民骄傲 谢谢爱花莲之后要交给我们的魏佳燕市长 魏佳燕致辞前先感谢花莲详情的支持 并选择由他来承担这项重任 他表示一定会珍惜所托 市政团队也会全力以赴 我一定会珍惜所托 为民众服务 我也会建设好的团队 为民众来努力 过去的六年 我非常感谢我的哥哥 魏佳贤市长 前市长 让花莲市有不一样的进步突破 我们有多了非常多的请指 活动空间 公愿 我们跟国际交流也频繁了 在花莲市建设的基础之下 也不断的新建跟改善 我希望在前市长的打拼基础之下 我更能延续 我们让市政继续往前 我会继续的把公园建设的更有趣 花莲市是一个运动观光的城市 我会持续的扎根全民体育 并办理各项的竞赛 并且继续推动魏佳贤市长的政策 将左苍原区打造得更完善 也要将花莲市塑造出一个 慢活休闲的城市品牌 转换跑道进入议事殿堂的 现议员魏佳贤 以卸任市长的身份出席 他致辞时先感谢市政团队 以及家人支持 也期盼魏佳燕上任后继续爱花莲 也为花莲带来好的建设 开心的是能够将现议员的身份 继续为所有乡亲服务 满足的是这流年来 公所团队一起打拼出来的好生机 获得所有乡亲的肯定 不只的是将要离开公所 这个优秀与温馨的大家庭 但这般不舍也因为要交帮给 家业要转为安心 如同六年前 我上任市长所说的 将要延续田志宣市长好的政策 不会让乡亲失望 这六年来我也没有让所有乡亲失望 也谢谢大家 相信为家业 一定会继续带着这个团队往前冲刺 让大家看到这个城市在此情话 除了市长宣誓就职典礼之外 花莲市第二十二届里长就职典礼 也在这天同步举办 回家宴颁发当选证书给44位的里长 期许未来四年和里长们携手合作 一起来打拼花莲市政建设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